大家好,我是蓝爸爸 今天呢,我们来讲日本战国人物 陶情贤 陶情贤生于1521年 出生地在日本州防国 他通称五郎 父亲乃是陶家家都 大内家重臣陶行房 这个陶家呢,出生于大内家的分家 幼田家,跟大内家一样 都是起源于多多粮食 一直以来,陶家总是作为大内家的重臣存在 五郎自小长得俊美 白白净净,又很聪明 当时的大内家当主大内一龙 非常喜欢他 因为大内一龙搞止音 所以呢,像五郎这样的极贫小政泰啊 自然是不能放过 哎,宠爱有加 恨不得天天把他带在身边 正所谓基尼泰眉 在五郎原福的时候呢 一龙更是赐予偏惠龙子 给他取名陶龙房 其实呢,陶家作为大内师的重要家臣 历代大内家当主都会赐予陶家子嗣偏慧 所谓的一字拜领 比如他爹陶兴房 就是接受了十五代大内一兴的兴字 他爷爷陶红户 就是接受了十四代大内郑红的红字 当然呢,龙房作为一龙的小心杆 肯定是跟其他人有区别 当时的人们评价龙房 说他是西国无双之师大将 智勇超越常人 很多观点认为呢 这样的评价有点过高 所以啊,更有可能是人们为了拍大内一龙的马屁 才这么夸他的 1539年 陶龙房的父亲陶兴房去世 大内一龙立即启用龙房 接替他父亲的位置 并且让他呀,继任陶家家都 当时呢,陶龙房呢,刚刚十八岁 第二年,出云妮子家出兵安一国毛利家 毛利家作为大内家从属 开始向大内求援 那个时候,毛利原舅的大儿子毛利龙元 正好在大内家做人质 在龙元的恳求之下 大内一龙决定 以陶龙房为总大将 率领部队支援吉田郡山城 顺便说一下呢 这个一定是吉田郡山城 不是吉田郡山城 这个安一国呀,也没有吉田郡 在高田郡的吉田地区 有个山叫郡山 毛利家的本城呢,就在这 所以啊,叫吉田郡山城 龙房不负众望 一举将尼子家击退 这一让呢,不仅拯救了毛利家 还在战略上挫败了尼子家的气势 可以说是大功一剑 1542年,趁着尼子家雄主尼子京九去世 新主尼子晴九刚继位之际 大内一龙开始进军出云国 将尼子家组成岳山富田城 团团围住 结果呢,尼子家万众一心 凭借坚固的城池为后盾 采取小谷部队袭扰的战术 严重打击了大内家的粮道 使得大内一方的军粮 无法正常补给 时间一长啊,人心浮动 很多原先归属于大内家的国人 纷纷被尼子家策反 有的呢,甚至临阵倒戈 大内一龙一看着实打不下去了 于是就领兵撤退 这边一撤,尼子家就开始追 大内家损失非常惨重 一龙最喜爱的杨子大内情池战死 这导致了一龙失去了对战争扩张的野心 转而最新于岭内文化和内政的发展 上期呢,我们刚说过,就不啰嗦了 然而这样一来呢,却埋下了日后一龙跟龙防 君臣反目的祸根 改变施政方针的一龙 开始启用一众文臣 尤其是信任向梁武刃 这个向梁武刃也算是出身名门 本姓藤原 跟九州肥后国向梁氏是同族 以奉行人的身份出世一龙 担任又比 当初一龙要打尼子家的时候 武刃就极力反对 他认为呢,当时安逸和实践两国的国人呢 还没有彻底归服 如果贸然深入敌后 很可能让这些人产生动摇 自己则陷入两难之地 而龙防则极力建议 趁着在安逸刚刚战胜女子家 老妖怪女子精九又死了 咱们应该赶紧出兵 否则措施良机 以后再想灭掉女子就没那么容易了 一龙最终还是听了龙防的话 毕竟这是自己的小心肝 可是结果呢 跟无人说的一样 大内家惨败 连一龙的养子情池都搭上了 所以回来之后呢 一龙开始信任向良武刃 那意思啊 当初要是听你的就好了 如此呢 逃龙防就被冷落 你想他心里能好受吗 以前都是小心肝小宝贝 我说啥就是啥 现在不仅找了新婚 还把我丢在一旁 渣男大猪蹄子 所以呢 这个龙防啊就跟武将们的另一个代表 内藤兴盛联合起来 一起跟向良武刃对立 又四五年的时候 一龙的亲儿子大内一尊出生 趁着一龙高兴顾不上 龙防曾一度强制向良武刃出家 这个大内家的主导权呢 又回到了他手中 后来大内一龙回过神来了 说我的小心花呢 怎么不见了 一打听 这个逃龙防太不懂事了 竟然争风吃醋 然后又把武刃给叫了回来 你说把龙防给气的呀 狐狸精 看我不弄死你 于是呢 就派人去刺杀武刃 结果呀 武刃听到了风声 赶紧跑到一龙那里避难 好歹是逃过一劫 这惨烈程度啊 一点也不比狗血功度俱差 1551年向良武刃 因为害怕龙防继续对自己报复 于是啊 就向一龙提交了身状 他诬告说呀 逃龙防和内藤兴盛要谋反 这封身状呢 让一龙开始完全的 对龙防等人采取了不信任态度 并且决议将自己的居管迁移 基本上就等于是摊牌了 那意思我离你们远点 省得要害我 逃龙防一看 心里恨恨不已 那大主题子 傅心汉 这是怕我妨碍他跟狐狸精寻欢作乐 躲到一边去了 于是呢 在当年发动了大宁寺之变 随便找了个理由 起名造反 把大内一龙给干掉了 这个咱上期呢也说过 也不啰嗦了 紧接着 一龙的嫡子大内一尊 和项链武刃 也被龙防杀死 这样一来啊 整个大内家就落入龙防一人手中 话说关于逃龙防造反的原因呢 其实一目了然 之前被重用的集团 由于被摒弃 导致他们失去了权力 失去了利益 乱世之中 这些东西尤为重要 那么这些人呢 自然是要反抗 反抗不成 那就造反 大宁寺之变啊 说到底 就是一出赤裸裸的下壳上 顺利掌握大内家之后 陶龙防也没有说 自己直接取代老东家 肯定是呢 害怕人们对自己说三道四 就算强行上位 也没人会扶自己 搞不好呢 还要被群起而公之 思来想去 想到一个办法 大内一龙的外甥 九州大有棕林的弟弟 大有情婴 那是个非常合适的人选 首先呢 他原本是做过一龙养子的 只不过后来啊 大内一尊出生 就把这个关系解除了 再者呢 他是外甥 那说到底啊 在大内家没有根基 是个外人 让他来做家都 自己更好控制 于是呢 就这样 在1552年 龙防把大有情婴 从九州迎了过来 继承大内家 并且呢 为了巩固情婴和自己的地位 特意从情婴那里 拜领了偏惠情子 还改名 陶情贤 后来呢 大有情婴又改名 大内一长 情贤又让自己的长子 拜领一长的长子 取名陶长房 其后 情贤为了统预大内家 开始实行军备强化政策 但是呢 即使是他之前做足了功夫 很多领主啊 仍然不买他的账 因为明眼人都知道啊 你之前做了什么事 在1554年的时候呢 实践国的极箭正赖 跟安义国的毛利云旧 很明显的就表现出了反抗态度 情贤立即出动部队 讨伐极箭正赖 结果呢 毛利云旧 趁大内家兵力空虚 迅速统一了整个安义国 至此 毛利云旧成了情贤最大的敌人 1555年 情贤亲率约三万大军 进攻毛利家严岛 如果按照战力比较的话 情贤拿下毛利云旧啊 应该是没有悬念 因为毛利家当时满打满算 也就5000人 可惜的是呢 他挑了一个最难办的对手 毛利云旧号称谋神 那心眼子多的呀 都烂了 西夏的三个儿子啊 毛利龙元 集穿元春和小岛穿龙井 各个都是强人 这一家子在整个战口时代 都是数得上的 开战之前呢 原旧向大内家散布谣言 说情贤属下 将粮防荣 跟自己内通 其他部将一眼就知道 这是原旧的计谋 不可轻信 但是生性多疑的情贤呢 还是将防荣处死 原旧啊 在严岛建立功伟城 想引诱情贤上岛作战 大内家的红中龙包 曾经劝情贤 说如果我们大军上了狭窄的严岛 势必无法施展 到时候会让毛利家有机可乘 结果情贤呢 不以为然 执意上岛作战 后来啊 毛利元就带着仨儿子 冒着雷雨 在夜间渡海登岛 骑袭陶军 致使陶军死伤惨重 整个战事无法挽回 最终 被撵得到处跑的情贤 走投无路 在沿岛上自杀 享年34岁 在他死后 他的仇人立即起来 攻向了陶家居城 富田若山城 秦贤的长子陶长庞和次子陶真鸣 自害而死 1557年 毛利元就灭掉大内家之后 秦贤的孙子贺寿丸也逊死 至此呢 陶家敌流断绝 好的 今天的故事啊 咱们就说到这儿 下期再见 拜拜 by bwd6 by bwd6